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枪枪三人行礼的大帝 鹿转粉了 但大帝完全可以进军综艺圈 而且特别我今天就刚才短短的 就几分钟长在棚里 我还发现他特别害羞 不容易 就是大帝的内心 漂亮的女生就害羞了 真会说话 这样女生就看着你更可爱 对对对 他们就是以蹂躏我们为乐 但是大帝今天我们要蹂躏蹂躏你了 咱们讲求 每次我都要实现跟观众讲一下 我很喜欢 但我确实是不懂 所以呢 就是你们要记住一句话 没有愚蠢的问题 只有愚蠢的回答 大帝 我们一度关于李皮 这个李皮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 这家一夜之间 这个 意大利的这个 这算是这个 老教练 银湖李皮 国家队的主教练了 而且算是临危 换将 临危受命 这么一种感觉 有人说 他将学会的第一句中国话是 对不起 看看 这签约 注意后边这个蔡振华 这个签约呢 是在广州签约 在恒大所在广州签约 然后你再看 这个 你看又反响了 当年就是恒大出钱找的郎平 你看郎平就说 我想到三年多前 我得到恒大集团支持 当女排主教练 这一次恒大又对中国足球实业 做了贡献 恒大也是强强三人行的冠名赞助手 都来了 刘国梁说 但是刘国梁这话 我觉得有点阴 一代传奇教练是否能化腐朽为神奇 再看一下 说谁腐朽呢 当然这是网友的创作 起来 下一场接着输 然后再看 这个 他们都是一般 绝不会为金钱所动摇的球员 他们依然坚持自我 一场不胜 看见这个有点尴尬吗 大帝 其实内心还是比较 有一些 就是说 有一些痛吗 感觉 因为毕竟 其实我是这个行业的从从事者 嗯 我也希望这个中国足球能够早日的腾飞 那我们坐在这里谈 可能会更更自如一些 那我问你 你要不在这个现在的这个国家队里的 就是已经在场外的人 有时候他会不会有一种幸灾乐祸 就是哎 当年你们都骂我 现在看看这帮分子 呃 我觉得肯定会有 但作为我来说 我觉得 呃 毕竟 我们也是这个行业的 啊 对吧 这个行业从事了这么多年 跟这个行业还是有感情的 还是希望这个行业 能够好起来 尤其现在国家这么重视 而且这个现在好的这个春天 所谓足球的春天来了 春天来了 不就是冬天到了吗 呃 我指的春天就是说很多的政策 就很多的这些投入 包括这些参与的人数 其实是真的是春天来了 但是呢 成绩现在可能呃 现在有所下滑 就是其实也就这几场 在春眠 对对对 春天来了就好睡觉 哎 但是这个这次说的很神秘啊 嗯 就是说我你先说上上一次咱们聊的时候 高宏波突然宣布 这他他他不干了 这是怎么回事 呃 这个我想说一下 这个涛哥是这样 我觉得我们这个录的这个时间 这个点都不对 上一次我们录在打乌斯别克之前 对 这一次我们在谈李皮 刚好他10月28号 也就是后天在北京要开新闻发布会 嗯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这个 你先给发布发布点内幕 没有没有 我们其实知道的只是一些皮毛而已 哎 就是说你看他说话都外交辞令了 我听说这个还有说说高宏波 是吧 辞职也是这个整个这个大的一个计划的一个部分 就是为什么在几天之内就给传到外界耳朵里 就感觉几天之内光机就李皮就谈妥了签约了 后来才知道呢 人恒大是解除了对跟李皮的合同 就是说恒大让出来了这个主条例 而且听说蔡正华在西安密会嘛 密会许家印 哎呦西安事变 然后说许家印当场拍板 他出大头 甚至我听到的说一千每年年薪嘛 一千四百五十万欧元是属于许家印这头出的 另外那五百多万欧元是可能是是国家出的 这些消息有谱吗 我相信记者报出来这个他应该是差不多了 你觉得贵不贵 全世界最高的了 以前是第二高现在最高了 我想在这里先声明一下啊 我是很尊敬李皮先生的 因为在我们这个 你也不是代表蔡正华先生的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因为就是说在我们这个行业里 像李皮先生取得了这个成就 包括这个福克森 他对于我们来说都是祖师爷辈的 我们作为一个后生的晚辈去评价他 我觉得是没有资格的 但是今天呢 我们在这里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 对就是论事 对就是说这个其实就是说 我们中国就是花这么多钱 请他到底是意欲何为 我觉得如果要只是 因为这个世界杯外围赛 还有六场 如果要单单只为了这六场 我觉得花这么大钱 花这么大的价钱去请李皮 我觉得可能有点不值 但是呢 我们要考虑到是以后 我觉得作为这个领导 他考虑的肯定要比我们考虑的更远 其实包括 现在我看到了有些规划求援的问题 包括可能利用李皮的影响力 包括给队员带来这些信心 包括去和一些外交的手段 去申请这个所谓的世界杯主办权 我觉得那都是 都是有可能的 这个只是我们 富家值很高 其实我特别理解 他刚刚就是 就那个不断讲 他是这一个行业的人的感觉 对 因为他在这个行业里面 他们其实整个 因为在里面的人感觉真共不得 他们那种荣耀感是一体的 这个我能相信 就而且就是您刚才说到 他是祖师爷级别的人嘛 就好像说 你某一个 对吧 你来 你这个行业的 就是神一样 神一样的人来了 那你说你能讲什么 但是我也特别关心 就是神一样的人能接地气嘛 就是这祖师爷来教 下面差几个 就是您说的 差几个级别 都不敢评价的人 你说这个 这个接轨方面有问题吗 所以说这个 为什么李皮叫淫虎 就说他的这个 这个智慧啊 我觉得真是 让人这个 猥琐探观 其实他选 选择的这个时间点 是非常好的 怎么说 怎么说 因为现在对于他来说 其实我们后面还有六场比赛 这六场就是全赢了 你也不一定能够 就是说小组出现 他来了以后 其实是没有压力的 就说这几年 对他来说是没有压力的 因为对一个主教练来说 成绩的压力 那是摆在明面上的 那是最大的 成绩不好 你肯定 那就要面临的各种那种压力 我听说啊 我听说这次签约都没有给他提出 要打进十二强这种 这不可能的 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所以说对于他来说 他没有压力的话 他就可以放开手脚的 去 把整个国家队的这种梯队的建设 我觉得能够整合起来 为什么说叫淫虎呢 而且 现在我看到这个 他把整个恒大的这个体系啊 都搬到这个国家队里面 他可以直接 面对一线的领导 他中间省去了很多这种所谓的这种 隔层 那他做起事来 可能按照他的思维去做 可能会更快 更直接 有时候足球就是这样 信息时代 你可能更快的去解决办法 他需要什么 他想要做什么 能够更快给到他 他可能改变的会更快 就包括我觉得 其实最重要就是下一场 11月15号这场 我们在主场对卡塔 其实这场比赛 我们也是很有优势的 在昆明 礼皮的到来 我相信会给这些队员 带来信心 因为这种世界 世界杯冠军的教练来了 你想这些队员 而且他可能会 以恒大的班底为主 咱们这个都不懂啊 就是很多好奇外行 比如像你们比赛 有一个大教练在外边 在那个更衣室里 在场外 就是他现场 能起到多么大的作用 这个其实我不知道 这个就是大家都看过 这个打仗 这种大将军往那一站 其实你说他指挥是有方 但是这种他的底子在 就是他的气场往那一站 就能震得住你 就其实很多时候教练 需要这种底气的 那你觉得他的技占处水平 能不能 虽然没有这个过程 但是呢 在这个11月几号 这个比赛当中 他现场 他的这种运筹帷幄 能有可能让中国队直上 他是战术方面很强 我觉得是全方面的 你想他已经68岁了 经历过这么多 将近上千场的 执教的这种比赛了 你说他什么样的经历 没有见过 我觉得战术是肯定有所改变 包括队员 其实我觉得打无知别的市场 那场比赛 其实很多的队员 从心理上都已经 就是说再往下走了 其实这场比赛输完叙利亚以后 我觉得对无知别克这场比赛 就是很难再去取胜 但是这时候李皮来了 就像打了一个强心计一样 对 其实我们对现在 中国的这些球迷 包括媒体 其实就对我们进入12强 小组能够出现 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 但是现在需要的是什么 打出我们的气势来 这个是最重要的 就是说输人不输阵 这方面这个李皮 你看网友们对李皮 都有这样的这个看法了 说李皮是一位传奇教练 曾经执教一支 谁也打不过的球队 如今他来到中国 再次执教一支 谁也打不过的球队 然后说 世界级难题即将破解 一流教练加墨流球员 等于什么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再次执教一支 这次执教一支 再次执教一支 再次执教一支 但是呢 有个网友的这个调侃 这大地倒是可以讲讲 它关联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你看这个网友说什么呢 说这个中国男族 专制各种教练不服 这个队员和这个大教练之间的关系 其实这个您说就是更衣室的问题 就是更衣室的问题 但是呢现在好在什么 中国没有这些大牌球员 而且其实所谓这些大牌 可能对于李批来说 你说他没带过这些 什么齐达内啊 卡瓦拉罗呀 对吧 费拉拉呀 这些大牌 他都带过内德雷德呀 那你想这些都是拿过 世界足球先生的 所以说我觉得任何的球员 就是到了他的这个手底下 我觉得都会像一只小绵羊 但是你就说 咱们说运动员都讲这个更衣室里的话题 就是发生矛盾会是怎么样的 其实呢就是说 比如说球队在顺的时候 没有问题 可以掩盖很多问题 比如说在赢球 但是在输球或者遇到困难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这种波澜 比如说你有没有碰见过 好比说上半场输球了 花家中场休息 在更衣室里 有没有球员跟教练就干起来的这种情况 肯定会有啊 肯定会有 那不是很不愉快 对啊 这时候如果就是教练压不住这球员 那可能这教练就要下课 那你靠什么压呢 是靠本事压还是靠气场压 这个其实 这个我就是说 我觉得是每个教练 有每个教练的方法 你比如说你给我介绍一下 这名教练都有什么 你像福格森这种 那就是绝对的权威 他就是吹风机 进了休息实力 比如说上半场 那个不好了 他就哇就一顿 我相信大家都还记得 贝格汉姆那个事件 对吧 他那个眼角开了 就是福格森 就中场休息 上半场 他对这个贝格汉姆的表现 不太满意 就是巴一脚踢起来 那个足球鞋 那个钉了 啪直接砸到了贝格汉姆的眼睛 就是吹了一下 中国队就更衣室里 有打过架吧 肯定有了 我听说过 应该肯定也会有 就是因为你想 你想就是说 在这个更衣室里面 就是尤其是中场的时候 就15分钟 当时你在踢的90分钟下的时候 你的心跳都还没有 完全缓下来 你的大脑都是属于无痒 都是这种特别亢奋的时候 你肯定会不会心平气和的 这种去说 肯定大家就是说 你一句我一句 再碰到两个人 这种性情比较刚烈的 那可能就 对吧 你的责任 他的责任 尤其是在输求的时候 就在更衣室里就会说 你他太臭了 都都都会说这种 有的会 但是有时候就要看教练的这个 执教的艺术 执教的艺术 镇压的艺术 所以他还是不光是 就是说他本身球技高 他带的队好 而且要怎么跟大家去交流 对 你像穆迪奥 他就是和队员关系 处的就是比较好 就说每个教练 有每个教练的风格 我只想知道 外国教练带中国队员能行吗 就是说这种 有没有这个 就是水土不服啊 各方面 其实最重要的 我觉得就是一个翻译 翻译就是说 起到的作用太大了 就说因为什么 比如说你说中文 他说英文 如果翻译 他能够把中文和英文 就是说给你对解 就是因为 你比如说 中场休息的时候 他15分钟的时间 那可能去掉 什么休息啊 这个榜就换掉 可能教练说的话 可能就五分钟 这五分钟的时间 你作为翻译来说 要简要明了的告诉队员 快速传达信息 让队员能够了解 主教练下半场需要 需要什么 这是很重要的 但是你说 李皮啊 他不是不了解中国呀 那他有这个成绩啊 中超啊 亚冠啊 你觉得他是不是能创造奇迹啊 他真给中国队弄一个 八高的好家伙 我觉得他其实 现在来呢 你要说 就是说让 后面六场全赢 那对他来说 我相信大家都不太可能的 也不说不可能啊 就是说这个几率是很少很少的 就是你觉得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教练 换个教练起的作用 是有限的 其实 我说的是六场比赛 因为后面还有六场比赛 对 我看到的就是说是未来 因为他是签了 应该是三年 对 他是未来 我觉得就是国家队 这个体系 你比如说是从国少 国亲到国澳 到国家队 把这些体系 他能够完整的这种打通 我觉得这就是他 那我觉得再多就值了 或者他都把轻讯 比如说他把这个 意大利的这个轻讯 能够 哎 搬到中国来 让我们中国能够更多的了解 因为我们现在中国的这些 机组建设啊 跟世界先进的国家 还是差的很远 是 那我觉得花再多钱都是值的 对 你说这个我想问 现在不是就你刚才说 这个李皮来的时间点 就特别好 各种这个盘上 我听上去 我觉得是很大很厉害 就是这是一个 生意人的这个思维方式 这个布局是很厉害的 现在中国在外头买这个 就是买这个球队 十个了吧都 他们他们在干什么呀 花那么多钱买这些球队 对我们中国足球 到底他意味着什么呀 对 就是说 我刚才不说了吗 中国队是唯一 金钱不能动摇的队 这个说的其实是 我也一直就是深有感触 就是我觉得 我们中国在花这么多钱 现在请了 你像李皮 国家队 俱乐部队 请了这个 佩莱格里尼 花下幸福 对 包括这个曼萨诺 包括这个什么 马加特 还有爱里克森 这些名教 花了这么多年请来 其实我觉得 第一个是提高球队的成绩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 还是一个就是说 我们能不能够培养 我们自己的年轻教练 就说 让年轻教练跟着这些世界名帅 去学一些东西 我觉得其实真正的财富 是要留给我们自己的 你刚才不是说 你跟李皮有过接触 打过什么叫教学比赛 当时你对他留下的什么印象 我觉得他是一个 很和蔼的一个老人 说话很和蔼 而且就是说 你看着就说 他就像 看着就像一座佛一样 给人感觉 你像我们那次 是14年 当时是跟他们 打了一场教学比赛 在他那个广州的里水 他当时 因为是中邪期嘛 国家队有比赛 他剩下了外援 还有一些 没进入国家队的队员 我们当时是从深圳过去 跟他们打了一场教学比赛 那场比赛 我们是小胜 但是他们当时是 就是说因为 这个教学比赛嘛 这个水分就很 对 但是我是想 你当时比如说 作为一个专业人士 你对他的这个排兵布阵 指挥艺术 有什么留下什么印象吗 我觉得他是一个 就是说 能够把一切东西 都能够再预测到 自己的脑海 就是说他 因为他经历的比赛 场次太多了 就是说他执教 可能将近上千场了 他什么样的 这个比赛的这种场景 他都在脑海里了 你遇到什么样的事 他有预案的 他有对策的 你像我们可能就不行 要突然遇到这个 因为你没有遇到过 这个就是他的经历 他的经验 但是这次就是 你说之前跟他谈啊 报纸上都登了 他一直拒绝的 他不来的 对 但是这次不知道怎么着 突然间风云突变 和中国人就说 儿子搞经济 有什么破产了 对 年间八卦 老爹得帮儿子还债 还债啊 好像两千万 两亿啊 一年两 对 两千万欧元 一年两个亿的人民币啊 这家伙 其实你说贵吗 啊 现在中超的外援 像这个买来的顶级的外援 可能都得三千四千万欧元 一年转汇费 转汇费 转汇费 所以中国真是不缺钱了 市场大呀 还是说中国人爱看足球吧 而且到外头 我还刚才说 就是说他们到外头 买了很多这个足球俱乐部 这多少钱呢 天哪 十多个都买来了 就以前是那个阿拉伯人 和俄罗斯人买 现在都赶紧跑卖掉了 就中国人全部接手 对 你觉得李皮 就是为什么那几个 什么瓜地奥拉呀 什么 他们都都都不愿意来中国呢 呃 因为他们现在还是在一线嘛 对吧 还是在一线 就是说很多时候 呃 是这样 就是说有些教练 他是想要证明自己 呃 必须要在这个顶级联赛当中 一线的这种 你比如像英超啊 德甲 西甲 这种去证明自己 你像李皮 他不用证明自己了 哦 对 没错 对 而且我觉得他13年来到这个 中国以后 在恒大拿了这些东西 其实他和恒大的这个关系 包括对中国的这种情感 他还是有的 所以他这次 他也愿意回来 而且我之前也说了 他这个时间点是非常好的 他选的是非常好的 我觉得他能证明中国队到底怎么样 是不是 对 正好就相当于一场比赛 他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出来出现了 而上半场输的一败涂地 对吧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那你觉得很多行业都有这个 说是这个上岁数的这个 因为足球他也是要与时俱进吗 会不会有老化的问题 就太老的足球教练 难道说他的这个观念 这个我不知道足球行李论不论这个 应该也会有 但是呢 他要根据说 其实你作为他们外界 虽然说李皮 他可能已经68岁了 但是他 他像一个大脑一样 其实你看他身边的助手 他一个大的团队 对 他有可能10个人 甚至20个人 他会接收各种各样的信息 他自己去分析 什么是他需要了 什么是他不需要 那这不说这2000万欧元 是给他一个人的 所以说这个 还是他一个团队 应该是团队 我是这么认为 但是呢 要等这个新发布会开完以后 我们才能知道 是的 就看许老板有多大方 是吗 对 看有没有记者 问这么细碎的问题 这钱到底给谁啊 这会计拿多少钱 小范范拿多少钱 还有大税呢 我也我想问 谁交税啊 在中国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 以税后的 下一集我请蔡建华和国家税务总局的来谈 大体不过 咱还是谈足球 你作为真实在绿营场上拼搏过的 这中国球员 你对于中国教练和世界级的外国教练 你觉得差别在哪 我觉得就是 首先一个是接受这个信息 因为国外的教练 他可能在一线 我们现在可能是在二线 或者甚至是三线 对 可能是缺乏这个战术的这种理念 其实在中国来说 比如说你能举个例子吗 就是说 平常从来没听中国教练这么说过 他来了一个世界级的教练 一个就传授给你一种新的意识 你比如说像现在世界上 这些流行的这种打法 其实都是从欧洲出来的 就最流行的 他最快的这种打法 包括他的这个阵型 包括他对这个整个大局观 我们为什么说老说战术大师呢 其实足球场上到了最后 那就是可能一个人的位置有变化 可能就会激活整个全队 他就像一颗棋子一样 对 其实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比较欠缺的 但是你觉得他给你这么一点 球员就当时能够领会吗 那你分什么样的球员 顶级的球员 你肯定你一说他就会明白 有时候你不用说他在场上 其实为什么说足球无语言 肢体语言就可以交流了 为什么其实他是通的 在场上我们不用说 可能大家都知道我该传到哪 他该跑到哪 这个就是顶级球员 那为什么现在的这个中国队 悟性就这么差呢 我觉得还是跟从小的这个 接受这个足球的这个理念有关系 其实我是亲身经历过 我们小时候其实踢球 就是说大家在码头边啊 就是或者是土场就扔两个球 大家就踢了 从小进入专业队 你其实真正到了16岁的时候 你就应该接受这种 职业队的这种熏陶了 据说启蒙的教练也很重要 给你讲这些战术 在国外很小的孩子 他从11岁12岁 可能就接受这些 欧洲一线队这些理念 他可能身体不行 技术也没达到 但是你给他传授这种知识 这种基战术的知识 这个事业 这个意识不一样 对他你说他一年两年 他随着这种时间退役 他八年十年 等他到了18岁20岁以后 他自然而然形成这种战术体系 这还真的是 对 其实我昨天在看这个李皮 我就想到一个人 原来就上上有个教练 叫徐根榜 他比李皮大个四岁 他就是 他以前也是在国内的很多 都已经打到 就是什么都能够赢 后来他不是 他前几年带了一帮小孩 就有一百个小孩 躲去那个 崇敏岛上 做了一个这个基地 他说像他这个模式 他说就教小孩 然后呢 每一个省就搞一个 他说能把中国足球给弄起来 你看现在 其实他也出来了一些人 那个崇敏岛 其实当时我也去过 确实是 那时候还是很偏 我是08年时候去的 就去当时 他带了东亚 还跟他们打了一场比赛 当时那时候 吴磊啊 张林鹏啊 他都是小孩啊 包括蔡慧康 但是现在已经成了 国家队的栋梁了 对 就是 但是你看你说 这个国家队 他们当年讲 就说米卢的那个时候 据说他们说啊 说米卢的时候 那个时候中国男族 能够达到亚洲强队的 这个一流水准 但是现在的李皮呢 说这个中国男族 已经在亚洲排到 二三流的这个水准 说这个 他们两个人的条件 就不一样 确实 因为当时米卢来的时候呢 可能条件没有这么好 就是说 前呀 这个后勤工作 对 但是当时他手里有人 有兵 因为当时的那些队员 都是前面留下的 现在呢 就是说李皮来了 可能有很多的这种后备力量 但是他手里的兵 可能没有米卢当时那么强 我听有人他们提说 他会不会召回政治 我觉得应该会的 哦 他有他特别认可的 对 因为政治当时 他在很大的时候 政治就 他会不会召回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